唉 看了才知道 常常叹一口氣 愛將市政顧問洪志坤 接了公文給特地媒體名嘴 到底要不要開閘 柯文哲好猶豫 那個聽說已經送到秘書長 那也不過還沒交到我這裡 因為一早從 一早七點半到現在都還在開會 所以你把它拚起來 這到底是福利還是處罰都不曉得 20號傍晚6點 人事處開完懲戒審議會 千成得經副秘書長 秘書長副長鄧家基 載到柯文哲面前 但一向講究公文效率的柯市長 還是沒看到懲戒結果千成 對比過去新一分局長內湖分長事件 立刻動怒實在差很大 好 我先跟你講一件事情 如果在法輪功人被打上網 我就把你換掉 跟那個有關的一條片 全部拔除主管職務 但是要寄搭扣什麼 那個 再寫個申戒上 我說不滿意退回去再寫 也是火術處理 因為到現在哪有結果 才幾個鐘頭而已 出來之前人事出來特別交代 說要按依法行事 長官不可以違法 今天會處理嗎 會啦 會啦 柯市府洩命案再扯出 跟遠雄交涉一約之一的 法務局長楊芳林 可能也把機密說給整邊人 又是柯P選戰軍師姚立民 讓他在節目上爆料 好問題喔 我大概沒有什麼秘密可以知道 自己人犯錯 柯文哲一向自豪的破例 速度似乎就轉彎不見了 不免讓人質疑 軍機處核心幕僚 是不是有較大的犯錯 豁免權 這條旁邊這邊請問 從小台北採訪報導 請問